闪亮登场 全新Chefrolet Cruise 欧洲记者评为2010年最佳汽车 是印度的年度最佳汽车 又是世界巡回錦标赛英国、意大利、德国和巴西各残的冠军 世界验证了这部轻型汽车的不平凡故事 全新Chefrolet Cruis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十个标准安全气袋 加拿大最佳保用服务 超越一般驾驶 Cruise 好,继续回来投资下的时间了 Ronald,谈谈一些个别的话题 好 看苹果最近很多同作 未来三月初又会公布第二代iPad 也说盛传今个夏季又会有新的iPhone推出 很多产品一直都慢慢推出 不过有一个引诱就是说他们行政总裁乔布斯健康的情况 一直都没有披露到现在他健康的情况是怎样的 最近苹果股东也举行了会议 不过就说有些人就希望公布 说乔布斯的计任人选的名单 希望可以澄清到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不过最后股东也否决了这件事 就是说不公布这件事 其实这些动作对于苹果来说有什么影响 其实苹果本身现在已经是在市场技术里面的股票里面的大哥 人们都看着苹果头来做事 乔布斯来说当然是他一个创办人 也就是今天一个行政总裁 他本身在苹果里面的领导地位就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你说是否说如果将来没有乔布斯 苹果会有问题呢 这个又不是那么担心的 因为其实现在他在苹果 现在在个案的纪念里面 都做了一个我们叫做critical mask 有一个很大量的定位在这里 变成了就算乔布斯本身暂时离开 或者找人去代替的话 其实苹果继续会做得好 不过始终就有很多现在苹果的产品 譬如说iPad、iPhone都好 或者他们的苹果电脑都好 其实在乔布斯的参与程度都挺高的 所以他都有很多的input 很多不同的意见下去 其实如果乔布斯真的有touch 有一天真的不在的时候 那变成了其实未来可能再推出的产品 可能就有机会就是说不及现在的那些了 当然了一个领导人离开了 和一个这么有影响力 和在公司里面的参与性的人离开 如果退出了 不要说离开了 说到他已经立即离开了 或者暂时没有跟公司紧密的话 对公司是一定是短期的一个影响的 要真人出现 或者用视障出现 这个就不知道 是的 因为如果他真的不出现的时候 可能市场又会有其他不同的揣測 也会有一些不稳定在那里 是的 没错 你看到苹果的价钱来说 股价也有很大的波动性在那里 但是技术分析来说的走势仍然是一个向上的走势 所以我暂时也不是那么担心 是的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长远的苹果的走势是怎样的 好 讲完苹果之后 看看我们多伦多这里 好 之前有说我们多伦多的交易所TSX 要和英国伦敦的证券交易所合并 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时候 其实各方面都有很多不同的反应 特别看到政府方面又说要彻底去看看 究竟这个收购究竟会不会影响到 损耗到加拿大的利益 似乎也有很多的围栏 其实也有消息说 这个收购最后都会胎死腹中 Ronald 我真的很想知道 如果这个收购最终都不能够成事的时候 其实对于我们多伦多加拿大股票的市场有什么影响 我自己本身来说对这个合并是看好一点 我觉得是对加拿大这个世界成港 和世界接轨是一个好的一步 因为始终是全球来说 加拿大的股票市场 都不是一个最大的交易市场 反而美国纽约当然大一点 而之后就是英国的 所以如果你说 现在加拿大有机会和英国那边欧洲接轨 第一就把气势整大一点 第二也有机会有机会 一些本地在加拿大上市的公司来说 可以有机会多些去欧洲 有我们叫Exposure 但是给大家看得到的 我自己本身来说 如果觉得合并不成功 我都觉得挺可惜的 是的 我知道政府接下来有很多不同的公庆会 希望收集到一些市民的意见 也有说要做很多研究 看看究竟这件事情对加拿大来说 是有益处还是怀处 不过即管生活以待 看看接下来的收购可不可以成事 其实最重要是合并了 如果真的合并之后 将会上市公司是应该要容易了 不应该困难了 他担心合并了之后 上市的困难成果困难了 是不好的 如果有一个政策来说 例如有一个两层室的 容易入市的 可以有机会减少这个问题 我真的希望各大机构 或是政府监管机构 可以考虑这些因素 没错 不过说到这里 今天节目时间也够了 当年大梭 明天同一时间 早上九点钟 继续有财经三无零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